由于中国 越南 蒙古 柬埔寨发生的非洲猪肋病 已经传播到北韩地区 疾病传入韩国的担忧正在增加 但是非洲猪肋病还没有抗病毒药和疫苗 所以防疫和预防是最佳的应对方式 农林续产检疫本部宣布 从2019年6月1日开始 将对携带动物检疫对象物品入境部申报者 出以最高1000万韩元的罚款 不申报非洲猪肋病流行国家的猪肉和加工产品入境时 会根据违法次数增加罚款数额 外国人不缴纳罚款时 会受到禁止入境或拘留受限的惩罚 入境时禁止携带肉类及火腿 香肠 肉干等加工食品 如果不得已需要携带入境 则需要填写旅行者行李申报书 提交给机场和港口的检疫本部 在畜牧农场工作的人员 海外旅行后5天内禁止进入农场或家畜市场 创造清洁大韩民国的检疫官正是大家 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以来 韩国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传染预防指南 首先出现咳嗽等呼吸疾病时 需要及时戴好口罩 特别是访问医疗机构时更需要口罩防护 外出归家后务必要洗手 手背和指甲内均需要清洗干净 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器官症状前 14天内如果曾经滞留中国 则需要尽快联系疾病防治管理中心 如果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需要先向地区保健所 或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呼叫中心1339咨询 另外法务部宣布 未注册拘留的疑似患病外国人 到医疗机构检查身体时 不会进行纠查和驱逐 疑似患者可以就近到保健所等 医疗机构检查身体接受治疗 由于目前尚没有治疗武汉肺炎的药剂和疫苗 希望各位外籍居民注意做好防护防疫措施 MNTV接受与宜居民相关的 事件事故的视频和新闻投稿 投稿者可以通过电话或邮件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